口腔溃疡是大多数人都经历过的一种口疮,或者是一种上火了的表现,所以,很容易被人们忽视。 而医生强调,对于频繁复发或难以自愈的口腔溃疡,是要引起足够重视。 30岁男子吴某,就是被口腔溃疡延误病情的例子,吴某近期被一种常见的症状困扰着,就是口腔溃疡。 以往口腔溃疡几天自己就好了,可是这段时间不一样,口腔溃疡一直没有见度过,并且是嘴巴里好几处同时坏掉,这让吴某从苦不堪。 开始时,吴某觉得应该是自己最近蔬菜水果吃的少,或者是上火了,所以就买了一些去活的鸭,和维C吃了一段时间。 但是几个月了,不但没有见好,反而有严重的趋势,最让他害怕的是发现自己的口腔已经变成了黑色。 可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口腔癌呢? 原来吴某从十几岁开始就嚼槟榔成瘾,就像吸烟一样,机会时时刻刻都在嚼着槟榔。 都说,槟榔加烟,法律无边,吴某这十几年都迷恋着这种组合,所以才造成了这种后果。 医生说,相关组织已将槟榔果和取决槟榔患列入于及时来物目录,又是槟榔习惯的地区。 口腔癌患者有一半以上,是因为吃我的身体,一般槟榔。 其余的危险因素是抽烟,一高度半久,最危险的是,还有些地区的人采用监视吃法,如在槟榔中加入生石灰,腌叶子或一些香料等,味道更刺激,但伤害也会加倍。 这几类人是口腔癌的高巴伦群。 长期口腔溃疡不愈着,口腔溃疡是很常见的一种口腔疾病,一大口腔溃疡,在两周内不由自愈。 这时候就需要引起患者的注意了,因为长时间口腔溃疡,除了正常的疼痛、少灼感外,再进一步恶化,又可能会引发口腔癌。 二长期是耗烟酒。 冰狼者,酒精有大量致癌物的容器,如果人体摄入了致癌物质,可促进其侵入口腔粘膜,而香烟中含有大量的有毒物质。 破坏肺部器官,也会对口腔造成很严重的损害。 单纯咀嚼冰狼,即可明显促进口腔癌的发生,而同时吸烟的冰狼的暗号者发生口腔癌的几率更高。 研究表明,拒绝它野草的冰狼,脱液中的毒性物质会显著升高,对细胞DNA合成等过程有明显的破坏作用。 三,不注意口腔卫生的人,口腔卫生不注意及不注意饮食的人,会很容易引发口腔疾病。 四,缺乏维生素的人,一般人体只要缺乏维生素A,就会影响人体的免疫系统下降,这时口腔就会更容易感染细菌,增加口腔癌的危险。 建议长期吸烟或者是脚冰狼者,一定要保持好口腔健康。 一,充分咀嚼充分咀嚼粗糙而富有纤维的食物,能摩擦芽面,刺激吐叶分泌,达到洗刷芽面,并能发挥按摩牙龈的作用,增强牙周组织的血液循环和抗病能力。 我们机场在每次进餐即将结束之时,吃几口像芹菜之类的食物,多咀嚼一下。 这对清洁牙面,可取得比较运人满意的效果。 二,漱口健餐后,若不能进行刷牙,营养成饭后及时漱口的习惯,漱口时将漱口水含在口内,消下唇闭合,然后补动养胛及唇部,使漱口水在口腔内充分地接触牙齿。 牙引起口腔棉墨,早到反复冲洗,清除易脱落的口腔乌物,先后或者脚柄栏后漱口,进现于支出部分义物,能暂时减少口腔内细菌的数量。 三,不能清除牙织烦,因此单纯漱口不能维持良好的口腔泪生。 三,喝茶口腔不好的人,可以用蒲公英液2.0克,绿茶龙径0.8克,桂花0.2克制成蒲公英桂花绿茶每天一用,蒲公英胜利尿消炎,清热解毒的佳品。 其中蒲公英被誉为天然抗生素,对口腔溃疡,肌口肿痛,有很好改善作用,可改善多谈,疏疏症症状,还能去出口腔异味。 绿茶清新口气是最好的,绿茶中用以龙体最佳,清新爽口,很适合焦冰狼,或者是吸烟的人,用来去除衣味。 桂花有纸壳化碳,量身温碎之功效,长期饮容还有助于改善口臭,给身体排毒,变给清新的味道,还有助于身心的放松,可以让心情变得更美好。 三者大态既能帮助清新口气,有利于消灭口腔带各类炎症,预防口腔疾病,还可使一些有毒物随秒变排出,减少其在体内的停留时间。 四,牙尖系的洁减两个牙齿之间的缝隙对一致流污物,也是较难达到清洁的区域。 最常的处理方法,通常是使用牙尖或牙线的方法,进行剔除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